广告继续浏览后续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表示,据了解,管方将重新调查丽君雅在去年7月至11月期间的投诉,包括出席政府记者会的表现和行为。 丽君雅作为节目主持,并不需要每天出席记者会。 但她在警方记者会上言辞追问和质问特首林郑月娥的片段,却广为流。 传,翻查资料可见,在去年7月21日元朗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列。 车乘客一事后,林郑月娥事隔十多小时才召开记者会,丽君雅当时制。 仪式否观,景,黑壳眼的大龙凤,并促请林郑月娥讲人话。 有关质问网民封为良心记者,新闻女神,但亦引起见识太烹。 即,香港政研会更在去年8月包围港台请愿,并点名谴责立军雅。 港,台工会表示,事件极不寻常,因为公务员升迁一项以平和报告为依据。 但管方在原有的平和制度外,突然以重启调查为由延长试用期。 令,人质疑是无理打压。 工会主席赵善恩忧虑,管方做法将会造成寒蝉效。 应,令港台员工日后在处理敏感议题上胆颤心惊,收窄处理新闻节目的空间。 工会仅,28日,早向到港台开会的港台顾问委员会成员请。 愿,下午会与管理层会晤,促请对方交代谁决定重启调查及其理据。 丽君雅接受众新闻查询时不评论事件,只表示,多谢关心,我会继续努力,请大家继续支持港台。 另外,港台发言人表示,政府有既定机制和程序处理公务员的续聘事宜,不评论个别个案。 据本台了解,作为港台上级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,不止一次要求港台就投诉惩处个别员工, 但管理层坚持员工或有可改善之处,但并非犯错。 拒绝惩处员工,即至今年6月,属里副广播署长陈敏轩以私人理由。 请辞,9月正式离任,据料他离任不足一个月,丽君雅便被偏旧账。 计中其已完结的调查,并以此为由延长其试用期。 记者出身的立,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,当局延长试用期的做法,是希望让当事人自感。 没趣然后主动倾斥,形容做法非常尖角。 曾当记者的敬会大学新。 文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指出,港台是公营机构,情况较其他媒体敏感。 而丽君雅被翻旧账,显示当局会用各种方法整治传媒,新闻界正面临。 寒蝉效应。 去年在丽君雅被建制派投诉后,网民一发起致函港台赞扬。 他的行动,据了解,赞扬丽君雅的信函数量,是投诉信的数倍。 另外,他有份主持的港台电视节目,其中有关中国大数据生活系列的。 环节横扫今年美国和香港多个奖项,包括美国国际电影及电视节二十。 二十纪录片,新闻特辑类别金奖。 港台近年备受针对,早前英文。 节目脉搏,The Pulse,记者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。 是阿尔沃德,Bruce Award,时提问台湾的汇集问题。 一惹来中方和建制派人士批评。 电邮新闻投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。 电邮新闻投票。 电邮新闻投票。 电邮新闻投票。